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對於旅館這個東西的意象非常的著迷 覺得旅館它帶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 因為在旅館裡面每一個人都可以是很熟識的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陌生人 我是當代藝術家周世雄 也是潤永生旅店的主理人 最初找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它有三房兩廳 到現在變成一房一廳 住了大概有五年的時間 突然有一天我感覺到 這個房子原先的空間的規劃跟設計 再也沒有辦法去滿足我對於美感的需求 就覺得我必須要去為我自己創造一個 能夠在裡面思考的一個空間 你一進門進來看到的石油畫 它正對著門的那面牆的意涵 有點像是神明的神看一樣的感覺 我在對這幅作品膜拜 它對我至關的重要 在它正對面的那一幅 方形的大型的畫作叫母親 它在每一次的展覽當中 都在正門的側邊 你背對著它 但它映照的是你的背 那其實這件事情就跟我 與我的母親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像 當然還包含大廳門口一進來 名為永不甘河的泳池 大家去浸泡身體的一個浴缸 把它放在這一個空間的正中間 事實上是去強調出我對於 幾滴身體或是說 人與異體之間的關係的一種尊重 對於這一個房子的 英式的隔窗有非常莫名的堅持 在倫敦 我不管是搬過了幾次家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窗戶 我之所以如此的堅持 是因為這個房子 在我所建的環境當中 都能夠讓我重新的 去細細品味我 最初邂逅當代藝術的生活環境 我非常喜歡一個論述 我自己說的叫做 父親是鏡子母親是影子 父親這幅畫 它就像是一切的源頭 而且它在我的留學時期 一直到現在 它都一直被擺放在房間當中 最親密的角落 即便在睡覺都可以看到我 再映照在這一個畫作當中 在北美館時展出的 等我一年各展中著名的作品 《無盡的長廊》的造型 所影響出來的床鋪 這個房子裡面有非常多的空間 它都是由我過去的大型的雕塑 或是裝置藝術品 去再創出來的一個特色 你明明可以去山上寫生 但為什麼當你作品完成之後 你就把它放在一個 不見天日的展館裡面呢 不甘於我的作品是被關在 在美術館裡面的感覺 把我的作品帶到山上去拍照 我覺得它有一點 像是我在仿效 關於每一個人在與繪畫之間 最初的那種感動 《永生旅店》的創作 其實是在我人生中 比較對自己有點困惑 有點迷惘的時候 在這個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很像在尋找自我 等候一個時間 慢慢地放慢下來 然後整頓自己的思緒 同時也把過去所有的 我認為在我生命中 很動人的故事 濃縮成一個 可以跟大家傳遞的一個事物 《永生旅店》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規則 就是每一個人一生 只能來入住一次 入住這件事情 把它變成像是藝術品 當你在入住體驗 或者是在這邊 自己孤身一人 待上一段時間 其實它就像是收藏了 一件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就像是藝術品 所在喔 解像是藝術品 又在這邊 永生旅人 從來 當地 是相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